台中警方执行巡逻勤勿 发现有车辆违规突然大回转 差点跟后方外送骑士发生碰撞 整个惊险画面也被分享到网络社群 另外在北屯一辆休旅车停等红灯 疑似隔音太好 没有发现后方有一辆出勤中的救护车 虽然当下救护车不断地传出高分贝的鸣笛喇叭声 但休旅车驾驶还是没有礼让 侠局警方也将开罚3600元 并吊销驾驶的驾照 一年后才能重考 十字路口传出急促的鸣笛声 救护车十万火急 但偏偏前方旋律车却一动也不动 你是XX啊 目击民众看傻眼 救护车不断发出高分贝的鸣笛声 但前车驾驶仿佛像是在平行时空 丝毫没有打算离让 等到绿灯亮起才缓缓地往前移动 数十秒军会离让 违规数十 整件事发生在北屯松竹和汉西东路口 该名驾驶被通知到岸 强调没有不让 不排除是新车隔音好 车内又听音乐 才会没有发现 最后不仅被开罚三千六百元 还被吊销驾照 一年后才可重考 另外惊险画面也发生在自由路二段和公园路口 你在干嘛 你为什么从外车到切进来 两台警用机车突然从外侧往左急切 要回转 吓坏后方骑士 我刚才有响铃 没有人响铃 我响铃 那你为什么没有看后车呢 原警表示执行中要抓违规用路人 有响铃警示 但骑士表示没听到 双方各说各话 这样子大回转会导致民众会来不及反应 我觉得这好两难喔 就要去抓那个 然后又要去注意自己 有时候真的就是会这样子 民众认为原警应该要以身作则 但也有人认为执行中情有可原 对此当事分局表示 改启案件并没有发生碰撞 第一时间原警也向骑士表达歉意 会再加强教育训练 避免类似纠纷 再上演 介绍江明洪志佳台中报导